接下來的內容也是弟老師教過的 我也問過 台灣冬天吹啥風? 台灣冬天吹什麼風? 不要講誰會啦 我要抽人問 這個人叫做22 22 起立 吹什麼風? 你把他撲啦 請坐 這樣子也不會 你也太過分了 弟老師教過 東北季風 請坐 來 為什麼吹東北季風? 好 來 帥哥美女 講義上有圖 是要你學著我這樣子畫的 講義上有圖是要你學著我這樣畫 我現在要教的東西叫做 以後考試 考你 問這裡吹什麼風? 你怎麼知道? 兩種 一種叫做有等壓線 一種叫做沒等壓線 有等壓線請看等壓線 有等壓線要看等壓線 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但是北半球向右邊偏 我要你畫假角假幾度? 30度 東北風 東北風 看好 有等壓線看等壓線 有等壓線看等壓線 沒等壓線呢? 題目上面沒有等壓線呢? 題目上面沒有等壓線呢? 沒有等壓線就畫圓圈圈 沒有等壓線 沒有等壓線畫圓圈 蒙古連到台灣 問退台灣人到台灣 畫一個圓圈圈 做切線 切線就是要跟它垂直 跟半徑垂直 怎麼切? 高切啊 順直中 切線 東北風 東北風 OK? 我這裡要教你的目的 就是要告訴你 考試的時候 考試的時候 考你說 我這裡吹什麼風 你怎麼知道? 老師說 有等壓線看等壓線 應該要垂直 北半球向右邊偏 如果沒有等壓線 就畫圓圈圈 連過來 畫個圓 做切線 你就知道它吹什麼風了 就是 你要會的事情 OK嗎? 可以嗎? 可以嗎? OK 好來 所以這個體 順直中 轉過來 去到台灣吹什麼風 去到台灣吹 東北風 去到台灣吹 東北風 可以嗎? 可以 OK 然後這時候 北部東北部地區 因為地形台生而多雨 為什麼地台生就會多雨啊? 因為一團空氣池 誰會下降 往上升誰下降 不是 沒有那麼快 溫度是後面 氣壓會下降 然後呢 誰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然後誰就降低了 溫度就降低了 所以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 溫度降低 然後就容易飽和凝結成雲 有雲就會下雨 有雲就會下雨 OK嗎? 可以嗎? 有雲就會下雨 好 所以都凝結成雲 所以地形台生會多雨 好 那這時候 因為太陽曬很兇 所以呢 就有旺盛的對流 因為受太平洋高壓影響 所以呢 就溫暖潮濕 然後旺盛的對流 然後就會容易有激狀雨 那就會下什麼? 雷震雨 所以台灣夏天會有午後 雷震雨 所以台灣夏天會有午後雷震雨 因為太平洋高壓 溫暖潮濕 太陽曬 旺盛對流 激狀雲 然後下午後雷震雨 OK 這是夏天 同時 夏天吹什麼風 所以你同時夏天吹什麼風 剛才現在是找男生對不對 男生女生 女生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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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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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案 西南風 請坐 你們一定會回答我西南風 因為第一老師教西南風 結果是東邊吹東南西邊吹西南 因為西邊人多 所以我們說他吹西南風 來 來 沒有塵壓線 霸圓圈圈圈 開平洋高壓 到台灣 霸個圓 做切線 西南風 東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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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邊吹西南 東邊吹東南 西邊的西南風來自印度洋 我後面會交 西邊的西南風來源 來自印度洋那邊 我後面會交 剛剛講過 東邊吹東南 西邊吹西南 西邊人多 所以我們以西邊為準 所以告訴你說人家 吹的是西南風 所以兩句話分開說是對的 分開說 台灣夏天受太平洋高壓影響 對 台灣夏天吹西南氣風 對 合在一起說是錯的 台灣夏天因為受到太平洋高壓影響 所以吹西南風 這是錯的 台灣夏天受太平洋高壓應該吹什麼風 東南風 應該吹東南風 好去看這張圖 好這樣就告訴你 太平洋高壓吹的是什麼風 東南風 我剛剛跟你講過 西南風哪來的 印度洋那邊 印度洋那邊 然後過來是西南風 好 我後面會交印度洋這個 就告訴你 東邊吹東南 西邊吹西南 西邊人多 以西邊為準 所以我告訴你吹西南風 然後西南西南風 這就是夏天的季風的影響 OK嗎 OK 很好